哈喽,大家中午好,哈哈,现在已经中午了,下 今天睡了个大胆觉,把前两天没有睡好的瞌睡全部给补回了 今天就精神非常饱满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去吃一个午饭 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了 这边还是很热的 昨天晚上房车店不多了 担心用太低电池保护 所以说还是用的前车的电来开的空调 这个天不开空调啊,真的是热的受不了 但今天感觉是不是有沙腾啊 你看这个天气,灰蒙蒙的 但是非常的热 走吧,我们准备还是想去吃一个胡杨焖饼 先把前车的空调给开着 好热啊,好热啊 现在虽然说没有太阳直射 但我感觉至少也是35度以上 让大家吃了饭回来,然后再把房车给拖上 昨天晚上两个人都洗了一个澡 水都用完了 等会我们去城里面加个油 然后把水给加了 这边有一个加油站,加水还挺方便的 走吧,我们还是去吃那个胡杨焖饼 感觉这边除了胡杨焖饼也没啥子好吃的了 今天这个天感觉有点不太好 对,灰蒙蒙的 走吧,吃饭 我都不用导航了 我都知道怎么走 非常近 所以前面六条路 左转直走就到了 把设置停好了 还是昨天这里 走 我感觉这个就是沙尘 因为我刚才刷玻璃的时候 上面就是一层那个沙 嗯,是那样子 嗯 我们就还是吃这个吧 胡杨焖饼啊 大的是108 昨天吃的是小的68 是大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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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个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吧 看是不是其他的 中午可以多吃一点 其实昨天晚上没有吃的特别吧 嗯 要不要吃个素菜 不想吃什么 我们昨天吃的是茄大西 先给点了 我们点了一个这个 茄子烧豆角 吃点素菜吧 还是哈 分熟搭配 然后点了一个大的那个 胡杨焖饼 这个菜肯定是够了的 还可以哈 我其实想吃川菜了 吃川菜哈 那回程度吃呗 我天天给你做 胡杨焖饼大份 这个就比小份贵了40块钱 刚才还是多了蛮多的 可以 来吃吧 今天肉质多很多了 昨天都是小块小块 今天肯定能吃饱 对 多吃一点 下午就像就是一直在路上开车了 现在我们已经吃好了 来 吃得更生气气了 今天是吃饱了的 吃饱了 我今天是吃饱了 嗯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 好吧 我们现在去给车主加个油 把水给加了 我们就上高速 今天就要进青海了 现在我们回到房车了 然后赶紧把房子拉上 就是去一个加油站 加个油 那边还蛮宽敞的 以前去加过水 把前面后面的水都给加满 因为之前走过这边青海的高速 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加水的 我们就用水没有那么方便 还是自己先给你装好 把房车连好弄好 就出发 今天我们就到青海了 看一看这个加油站还能不能加水啊 因为我们已经是在这边加的 对 我记得是挺方便的 对 这边有水 然后就这样把水管给连过来 我们现在就是有两个这个加水的水管了嘛 所以远一点也没事 这个还可以更远 还可以拉到那边去 这样特别好啊 虽然说这个用的机会特别少 但是有一个真的是能应个急 待会把这个房车加满之后 把前车也给加满 然后就加满油 满水满油出发 现在加满油了 就回家喽 每天这个距离的又近一些啊 嗯 距着这边对的 还有1700多公里 出发 全程1789公里 我们家就越来越近了 人家就看到这个公里数啊 越来越少 最开始还是3000开头啊 现在就感觉近了很多了 我们刚刚经过了之前我们拍 古装的一个 那个古城 就在这旁边 哎呀 现在这个天气真是差呀 你看灰蒙蒙的 全是那个沙尘 对 河之间看的差距很大啊 就这种的话都不想下车了 下车你呼吸一下 估计都是那种沙的感觉 嗯 这些白茫茫的呀 其实这全是沙尘那些 嗯 啊 现在外面晒着也很热啊 对 特别热 就总感觉夏天 其实不是很适合来这些地方 对 嗯 之前来的这些温度也舒服吗 我们上次冬天来这边的时候 天气好好是吧 嗯 暖暖的天 现在全是灰蒙蒙的一片 就感觉都不想下车多待啊 嗯 我们赶紧进青海吧 青海海拔高起来就要舒服多了 嗯 就凉快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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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上这两边都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沙漠戈壁 然后沙尘看着也特别的大 远处天就是白白的 感觉要开很远都是这样的 这路上都有不少的沙子 应该就是吹过来了 很多地方都沙漠化了 感觉有点无聊 一点景色都没有 不过就是感觉这个太阳 就是藏在这个沙尘中 没那么晃眼睛 好多沙呀 你看我现在旁边这全是沙漠 就是完全都沙漠化了 大漠孤烟纸 长河落日圆 这边竟然有一首诗 形容的就是这里的 对啊 但是我第一次在高速上看到这种 有一个诗在这边 全是沙漠 其实九轮没看到沙漠还是有点新奇 我们现在又下高速了 停车休息一会儿 这边高速也是一段一段的 它后面那段没有修好 那个柳阁高速 哎呀你看这边下来 好大的灰尘啊 呼吸着就感觉没有很舒服 等休息一下再走 但是这边最舒服的就是变凉快了 海拔现在已经2500米了 然后我这个车里面显示车外只有24度 吹着这个风啊 好舒服啊 这个是近两个月以来 就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么舒适的温度 现在在新疆嘛就是太热了 灵魂去后面上个厕所 然后我们休息个几分钟十分钟再走吧 温度非常舒服 就是这个灰蒙蒙的空气 赶紧上车吧 灵魂你咋个带着这个脖子呢 谁给你带的啊 灵魂 还挺乖的 灵魂刚才给他带了 他没办法拿下来呢 他有时候会拿手续这样子刨一刨 赶紧刨下来 我觉得你要坐在这个副教室好乖啊 特别可爱 来 我带你去上个上个厕所 来上个厕所 你就老上一直带着啊 你不把我拿下来啊 你真要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吓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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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戴着的呀 我又给他戴上了 掉了 他是不是喜欢戴啊 怎么可能 他可能觉得好玩 走吧 走吧走吧 新军出发 有些时候开一街 国道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这边天气没有特别好 现在海拔一直在上 都已经2950 马上就要3000了 温度也显示只有20度了 对 好凉快啊 有点冷了 突然太冷了 其实我最喜欢这样凉快啊 对 这样舒服一点 尤其是在防射里面的时候 现在我们已经上到这边的崖口了 一直在上坡 都上到快3600了 上了蛮久 然后这边下一节坡 待会我们就上高速了 稍微慢一点点 怎么感觉这个下坡路 就稍微路有点点的 没那么平 现在连空调都没开了 显示外面只有13度了 对 没点冷的 嗯 凉缩缩的啊 不过这个风吹着也是蛮舒服的 太阳也不晒 这外面都是光秃粗的一片啊